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我一定会 给你找出来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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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梅是个非常优秀的女人 有能力心得又很善良 婆婆从来不把她当儿媳妇 一直认为春梅是她的大女儿 春梅这些年把婆婆照顾得无微不至 儿子也考进了名牌大学 就连有能力的小姑子 都佩服二嫂的人品 伟强跟春梅的感情一直很好 两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就结婚了 这份家业是两人携手创下的 应该是感情非常深厚的 可是妮伟强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提出离婚态度很坚决 大家都误认为她有了小三 就连春梅也曾经怀疑丈夫出轨 一番探查下来 丈夫就是焦虑了 作为中年人的抑郁 不想再过原来的生活 离婚后独自去骑行 把家里的烂摊子丢给了春梅 春梅的主编位置被人抢去 之后果断地离开了杂志社 她也想潇洒地做一回自己 春梅准备跟养老院的严院长 一起做一个项目 事业也有了起色 妮伟强回来治愈了焦虑症 明白自己过去那段日子太混账 想要挽回春梅弥补前妻 春梅心里一直爱着妮伟强 只是突然被查出患上乳腺癌 拒绝跟妮伟强复婚 伟强知道后更加地心疼妻子 陪着她做手术 无微不至地照顾春梅 夫妻就应该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相信经历这些劫难后 夫妻俩的感情会越来越好 感谢观看